未经检查,因为其低成本,高效,技术门槛低,现在已经越来越常规的应用在临床工作中,但它毕竟是有创操作,确实存在一定风险和负损伤。 长期风险一般分为技术因素类和被剪折刺身因素类,技术类包括操作中引起的喉头水肿、颈卵、肖和关节脱位、食管、胃壁及十二指肠的窗孔破裂、出血等,这类原因往往是因为操作不熟练,术中患者不配合等造成的。 现在随着内经技术的成熟及培训的加强,这类损伤已经非常少见,还有一类就是,由于个体的差异,实际检查中可能出现不能预料的意外,像心脏意外,恶性心率失常,心脏周平,这类事件也是有报道。 由于是到位于宗格内,胃经操作时多多少少,会对腺胞及大血管造成一定压力,有些敏感个体可能会引起心脏的不适,进而出现心脏意外,还有像物吸、窒息、吸入性肺炎,这类情况往往都发生于儿童和老年人。 还有未经检查,也可能引起像肝炎、艾滋病等疾病的交叉感染,现在正规和诊疗机构都有标准化的内经洗脱流程,这种情况已经非常罕见。 未经检查虽然有一定风险和负损伤,但有些人由于已经患有疾病或者是上消化到恶性肿瘤的高危人群,必须定期请内经检查,我们岂能拒绝检查,因烟费时。 关注我们,读书,健康,微创,请关注普通外科医患交流,长按以下二维码,在塔树的菜单中选择,识别途中的二维码即可,联系我们,心安事件设计录六号,住院二部二楼,双坚博博士,主持网者。 欢迎点击右下角写留言,参与提问和讨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